哈喽大家好我是小野 前段时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就是我那个抖音号就是突然之间没有了不见了 有很多粉丝都在给我留言 就问咱们这个抖音号为什么搜索不到了 其实呢我之前是因为拍拍过一个视频 拍过一个一个短视频 然后就是因为那个视频 然后呢被官方永久的疯掉了 我也是很哎呀很伤心啊 做了两三年的抖音号了 突然之间就疯掉了 因为我做那个视频 就是因为关于一条鱼 因为一条鱼引起了 然后哎怎么说呢 这条鱼呢在咱们平常中啊 在平常生活中 还有在市场上 咱们咱们都可以去买得到吃得到的 但是呢 它的名字叫起来就是有点特别 咱们去买鱼的时候都会叫中华形 大家都知道吧 但是中华形呢 是我国的一级保护动物 就也称叫水中的大熊猫吧 但是咱们这个中华形是不可以养殖 也是不可以吃的 不会流入到这个市场上的 所以咱们只是说那个鱼有点像那个中华形 然后咱们叫称叫中华形 就是上次因为我买那条鱼的时候 我口我也是口误了 我说这条鱼是中华形 然后长得确实有点像那个中华形啊 而且才是被那个官方的检测到才封掉的 所以那种鱼的真正叫法呢 应该是叫行鱼 长得有点像中华形 所以都被人们称叫中华形 我感觉这个中华形咱们一般人都是见不到的 中华形呢 它那个头部有点翘 稍微有点翘 而是没那么尖 但是行鱼呢 它那个头不翘 虽然很尖的不翘 看那个头部的时候是有点区别的 当时被封的时候 我也是反复的去反馈 反馈资料这样 但是还是得不到官方的认可 他们给到的答复就是说 那个鱼切实像中华形 所以呢就派认我违法了 啊我也是费着这老火啊 虽然之前那个抖音号已经被封掉了 但是我现在我又重新做了一个抖音号 大家可以在那个抖音里面搜索 我农村小野就可以直接收到我那个新号了啊 那个之前那个号呢 也是森树都森树不回来的了 比如说你想吃那个鱼的时候 尽量不要去口误 这口误一定要不要说错了 切实是行鱼 就是说是行鱼 不要去说是中华形 反正就是不要去给自己带来那种不必要的麻烦吧 哎说真的做了两三年的号 一下子就是因为一条鱼就被封了 我是挺挺老火的 当时我发布这条视频的时候呢 我是首先发布到那个西瓜视频 然后再同步到那个抖音上的 然后第二天这个抖音啊 就给我发了一条信息 我这条视频违法了 就直接给我永久的封号了 之后呢 我就一直找资料 然后去申诉 申诉了一次 然后没用 然后就就我也找了这相应的负责人啊 然后去给我反馈这样问题 但还是没有什么反应 然后第三次的时候呢 我自己又是申诉了一次啊 然后还是没有反应 最后我就放弃了 反正应该是我自己口误就说错了 这条是中华形可能是也是这个的原因吧 但是谁知道呢 像我的话又不懂什么法律支持是吧 我就只能说在市场上别叫中华形 我也是称叫中华形对吧 然后就买回来就直接吃了 谁知道呢 哎呀说真的 怎么说呢 大家还是以我为戒吧 特别是做短视频的创作者 就是不要去放这样之类的低级的错误了